港媒传出中共国家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被查,据称范是由中共上将方峰辉咬出。 由港媒曾披露,中共前军方总后副部长古俊山和前军委主席郭伯雄落马后, 为立功减罪咬出了许多人,甚至包括江泽民与其情妇宋祖英。 南华早报16日报道称,北京有关人士指,关于范长龙被调查的报道, 在中国互联网上仍可正常打开,显示官方没有屏蔽有关消息, 从侧面正视范长龙出事的概率较大。 香港《苹果日报》、《星岛日报》等多家媒体14日报道称, 刚卸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范长龙上将, 传已被军纪委立案调查。 消息人士称,前军委委员房峰辉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后, 牵出范长龙不少事,中央决定把范长龙拿下。 1月9日傍晚,中共官媒称,房峰辉因涉嫌行贿, 受贿犯罪,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处理。 防备纸是郭伯雄的头码,在郭伯雄的提拔下一路高升。 范长龙则是徐才厚的嫡系,两人既是辽宁同乡也是上下级。 此前,郭伯雄、徐才厚、范长龙、房峰辉等人, 都曾卷入政变传闻。 他们之间均在互咬中落马。 中共内部有举报揭发他人及所谓坦白从宽的制度。 贪官咬出同党可以立功以减刑。 2014年徐才厚落马后,港媒动向披露, 徐才厚交代了许多涉及郭伯雄的问题, 包括涉及买官,卖官,因中共军队实行双手掌制度, 晋升将军街,一定要两人共同签字同意,方能过关, 所以郭伯雄也沾了大量钱财的光。 报道说,郭伯雄于2015年落马后,在监狱服刑期间, 每周上交的学习心得中,不但自曝接受徐才厚转交汇款的详情, 而且还咬出江泽民,把军队变质问题归咎于江泽民对军队的领导。 据披露,郭伯雄,徐才厚之所以被扳倒, 是因原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及两位少将招供, 只称徐,郭收惠卖馆。 古俊山是徐才厚的心腹, 曾八年连升五级,以匪夷所思的速度从校官升为中将。 古俊山落马后, 向调查人员提供了足以指控他背后那些强大靠山的信息。 据美美披露,古俊山供出了几乎所有人, 被古俊山咬出的除了徐才厚、郭伯雄外, 甚至还有江泽民与其情妇宋祖英。 香港出版的《母老虎宋祖英》一书曾披露, 2014年5月9日, 王岐山到301医院聆讯徐才厚。 徐交代了其曾几次挪用军费, 赞助宋祖英在悉尼、维也纳和美国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军事秘密。 郭伯雄和徐才厚二人均是江泽民一手提拔的军中代理人, 大肆卖官,倒卖军火敛财, 在中共十六大协助江泽民发动军事政变, 只将留任军委主席。 2004年, 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后, 通过郭伯雄和徐才厚架空胡锦涛军权。 2015年9月1日, 有中共军方背景的《环球新闻》时续杂志称, 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 薄熙来,郭伯雄,苏荣等大老虎, 除了要夺权外, 还疯狂敛财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而他们都受曾庆红, 江泽民大力提拔。 中共十九大之后, 官方多次点名批评徐才厚, 郭伯雄,周永康等人阴谋篡党夺权。 时政评论家李天校分析说, 江泽民集团的罪行主要体现在, 政变,巨额贪腐, 大规模杀害民众, 包括火摘器官,出卖国土等等。 对江进行抓捕和判罪是理所应当的, 是民意和依法治国所要求的, 而且目前证据的采集和法律诉讼程序都基本完成。 不过,在抓捕首犯江泽民、曾庆红上, 习近平被认为犹豫不决。 李天校说, 习对江和中共网开一面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中共垮台, 习将承担中共和江市集团罪责, 而习反复打江一路有惊无险是因顺令天意民意, 一旦保江保共江逆天意民意, 凶险接踵而来, 此外,江派也绝不会就此放过习。 因此,除恶务尽继续反腐, 抓捕江曾, 进而抛弃中共, 是习近平能化险为夷, 重建中华民族大业的唯一出路。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美国主导的有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多国外长会议周二 在温哥华举行, 会议讨论了如何通过更有效的实施对朝鲜制裁来 加大对平壤的压力, 促使他进行有关无可化的谈判。 对此,港媒发表评论文章称, 这是美国带头正对朝鲜酝酿下一盘大棋局。 美国、加拿大共同召开的朝鲜半岛安全稳定外长会议 1月16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 包括每日韩国在内的20个与会国, 一致同意要对朝鲜施加海洋封锁在内的更多制裁, 破朝鲜放弃核武。 参加此次会议的国家被称作温哥华集团, 包括澳洲、英国、法国、韩国、土耳其、日本等国, 他们大部分属于联合国军, 参加过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 以为防扩散安全倡议参与方。 帝勒森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讨论了共同努力来对抗躲避制裁以及走私的重要性。 我们也呼吁采取行动, 加强国际性的海上拦截行动, 来挫败非法的船只之间的货物转移。 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 与会国同意考虑并采取措施, 对朝鲜施加单方面的制裁 以及联合国安理会设朝决议要求以外的进一步外交行动。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重申欲以外交途径解决危机, 但拒绝双暂停的提议, 同时警告全球要严肃看待与朝鲜开战的可能性。 对此, 香港东网1月18日发表评论文章称, 虽然每家两国对会议的情况轻描淡写, 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美国带头对朝鲜酝酿一个更大的棋局。 文章分析指出, 今次多国外长会议即有可能是落实川普的三大方案, 其一, 推动在联合国安理会之外建立机制, 对违反对朝鲜制裁决议的船舶进行海上拦截, 其二, 未可能的对朝军事行动进行动员, 一旦朝鲜停战协定被打破, 美国可能要求昔日的联合国军在联合国名义下进行协调, 增加军事行动的合法性, 其三, 在外交上进一步孤立朝鲜, 建立情报交换和相互协调机制, 对朝鲜人员在这些国家境内的各类活动予以监管, 防止他们利用网络、金融渠道规避制裁。 事实上,就在朝鲜半岛安全稳定外长会议落幕的同一天, 美国众议院有影响力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利对媒体说, 美国政府正在非常严肃地研究在涉潮问题上的军事选项将会涉及的东西。 他接着还补充说, 美国军方正在进行非常认真的训练, 未可能发生的美朝军事冲铺做准备。 最近有媒体报道说, 白宫正在讨论对朝鲜发动称之为流鼻血的有限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此前,韩国与朝鲜9日在板门店举行会谈后, 双方发布的联合新闻稿中有这样一句表述, 有关南北关系的一切问题, 都应由我们民族的当事者自己解决。 此话被认为, 恰恰暴露了金正恩此次答应会谈的意图, 就是要在美韩同盟之间切入一个蝎子。 曾担任美国国务院韩国事务的负责人的戴维斯特劳布, 1月9日当天就在美国韩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研讨会上说, 绝大部分韩国人,包括专家都认为, 朝鲜提议会谈一个原因, 可能是金正恩在美韩同盟之间切入了一个蝎子,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看法。 斯特劳布说, 金正恩随时都可以找到理由, 指责韩国或是美国破坏会谈, 然后恢复以前的作为。 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则说, 我认为, 我们都需要对目前的局势保持清醒。 随着朝鲜继续在核武器以及这些武器的杀伤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就像他们上次的轻弹试验所表明的那样, 以及他们在洲际弹道导弹体系方面持续的进展, 我们不得不认识到, 这个威胁在不断增加。 他表示, 如果朝鲜不选择接触、讨论和谈判的道路, 那么他们自己将会引发一个选项。 外界解读认为, 蒂勒森所说的这个选项显然是指美国对朝鲜的军事行动。 掌媒消息指, 中共军队第三名超级大老虎范长龙落马, 并称范是徐财后嫡系, 被房峰徽攻出。 房和张阳也是郭伯雄, 徐财后与党, 被怀疑中共十九大前图谋不轨遭同时拿下。 因此, 范有可能是房和张共同的主子, 也是张自杀要保护的对象。 青岛日报指, 范长龙是徐财后嫡系, 两人既是辽宁同乡也是多年的上下级, 范长龙在中共十八大时破格晋升军委副主席, 就是徐财后引荐。 而被指攻出范长龙的房峰徽, 也被认为是郭伯雄的西北军投马。 徐财后和郭伯雄是江泽民在军中的哼哈二将, 帮江泽民架空虎紧抛多年。 另外, 去年和房峰徽一起落马的前军委委员, 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 也被指是徐财后的亲信。 房、张二人落马, 被党媒称为彻底肃清郭伯雄, 徐财后流毒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11月, 张阳被宣布在家中自意身亡, 军报痛批其畏罪自杀, 两面人, 以可耻的方式结束一生, 有暗示其以自杀抗拒审查之意。 当时有分析指, 张阳突然自杀非常蹊跷, 有可能是为保护后台, 也可能是被主子灭口。 如果房峰徽攻出范长龙消息属实, 那么张阳要保护的主子呼之欲出。 房峰辉和张阳落马前都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而范长龙时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去年9月初, 多家海外媒体报道了房, 张被免职和落马的消息。 当时外界分析, 两人如果不能晋升军委副主席, 在中共十九大时已届退休年龄, 习近平完全可以顺势让他们退居二线, 但在十九大前一个多月突然拿下二人, 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图谋不轨的举动, 危及十九大安全。 其中,二人出事的时间点, 和中印边境对峙存在某种巧合, 因而受到特别关注。 在北京当局不断强调稳定的十九大前夕, 突然爆发边境危机, 显然对习近平的十九大布局不利。 去年8月26日, 李作成以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身份公开露面, 说明房峰辉已被免职。 两天后的8月28日, 中印打成协议, 持续两个月的边境对峙结束。 而去年11月当局公布张扬自杀消息时也透露, 张被正式调查的时间也是8月28日, 即中印对峙结束的当天。 印度媒体当时报道称, 中印对峙是房峰辉被免去参谋长职务后才结束的, 说明它是终结对峙的主要障碍, 也可能应该对制造这次对峙负责。 香港东方日报今年1月11日文章分析, 中印对峙时房峰辉, 张扬还处在军机重卫, 如果中印爆发战争, 不排除二人会急击浑水摸鱼, 或以战谋位, 或故意战败, 在十九大前给习近平制造一场空前的危机。 文章还暗示, 习近平拿下房峰辉和张扬, 仍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 因为中共十八大军委的组成是郭伯雄和徐才后规划的, 那届军委委员中还有其他的国, 徐于独。 如果范长龙如星岛日报所言, 是徐才后的嫡系, 那么不排除也与房张的不轨行为有关, 甚至是幕后主谋。 果真如此, 那么当局对方张两人长达数月的调查, 也就是一由所指。 而房峰辉在当局彻底翻脸, 被从家中交付军事检查机关, 才牵出范长龙不少事, 也就顺理成章。 那么, 张扬在家中自杀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外界早就预测, 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会进一步集权, 面临全面失势危险的江派反习势力, 在十九大前必然不择手段的权力反扑, 力图颠覆习近平阵营, 至少要乱中取地, 获取保留部分权力的筹码。 海外针对王岐山的爆料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势力。 另外, 在房, 当去年八月底落马之前, 七月份, 另一名被指将派背景的地方大员, 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被查。 有分析指, 房, 张, 孙杰连落马, 再加上七月底北京一次不许记录的京西会议, 以及习近平唱独爵戏的大阅兵, 可能显示当局刚刚平息了一次未遂政变。 孙政才被认为是江泽民当年安排的中共接班人, 习近平当局在十九大后指其为重大政治隐患, 阴谋篡党夺权, 正说明他在十九大前曾有过不轨阴谋。 而房, 张等军队高层同时落马, 不排除与孙政才篡党夺权有关, 甚至是孙的军中内应。 中共官媒近日公布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 房峰辉涉攀被调查的消息, 却没有披露其行贿受贿的具体内容。 但海外中文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披露了房峰辉贪腐的一些惊人细节。 据总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网16日报道称, 有熟悉中共军队内情的消息人士披露了正在接受调查的中共军中大佬房峰辉惊人的贪腐细节。 据该消息人士的爆料, 房峰辉在担任北京军区司令期间, 曾经卖出不少军产地皮, 并趁此机会大发横财, 其中比较突出的事件包括 其一,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 2012年11月, 北京军区总医院东院292医院突遭暴力强拆, 之后该医院的地皮以47亿人民币的价格出售, 其二, 房峰辉还指使下级拆掉远北京军区大院数十栋楼房, 然后赤资近十亿在北京石井山区新建五星级的豪华华北宾馆, 其三, 房峰辉赤资6000万新建军区大远南大门和院内道路, 并将新建的门诊部大楼改为京西医院, 然后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京西医院院长, 并将其提拔为少将。 消息人士还披露称, 房峰辉自己的住所是一栋四合院式的豪华住宅, 占地1000平方米以上,装有防弹玻璃, 地下设施甚至还能够抗核爆。 修建豪宅之初, 其大门原本是朝南开设的, 后来在风水时的指点下, 又封堵了南门,改建东门。 房峰辉被报在饮食上也非常有讲究, 在广州军区担任参谋长时就很特权, 他吃饭时突然想吃什么, 就让做货买, 做不好或买不到就摔筷子而去。 在担任原北京军区司令时, 房峰辉为了吃到自己喜欢的饭菜, 还曾经专门派二名厨师去广州学习了三个月。 其实, 有关房峰辉的丑闻早从去年九月份 就已开始在港媒和海外中文媒体上陆续出现。 8月26日, 外界注意到, 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 已悄然换人, 当任军改后新成立的陆军首任司令员 仅一年半的理作成, 低调接过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职务, 被替换的房峰辉则去向成迷, 外界立即敏感意识到房谋可能已经出事。 9月1日, 日本媒体《产经新闻》率先引述两个不同的消息来源指, 房峰辉和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 已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的八一大楼内被双规。 同一天,香港《明报》引述京城坊间消息爆料称, 当年房峰辉被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 是郭伯雄向胡锦涛大力推荐的结果, 所以房峰辉其实是郭伯雄的头码。 意大利时报13日称,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向中国投资者出售一家俱乐部AC米兰的事情在起布兰。 意大利司法机关怀疑这起交易涉嫌洗钱, 已经展开调查。 据报称,中国神秘商人李永红颖军的一群中国投资人出资入主AC米兰。 1月13日,意大利时报报道, 一家足球禁旅AC米兰去年被中资收购。 意大利检方怀疑是否有以洗钱为目的灌水交易, 已经展开调查。 意大利新闻报也报道称,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当年向中国买家出售旗下AC米兰足球俱乐部时, 涉嫌从事洗钱行为。 米兰检查机构已经就此展开调查。 报道说,米兰检方想探明, 中国买家为买下7次赢得欧洲冠军联赛的AC米兰, 支付球队前东甲,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7.4亿欧元是否有蓄意灌水, 或是为了将大笔资金从境外带入意大利。 2016年8月, 张控AC米兰俱乐部股权的Feninvest集团发布声明称, 与中方达成协议, 将AC米兰的估值定在7.4亿欧元, 以及大约2.2亿欧元的债务。 法新社报道, 贝卢斯科尼经营AC米兰30多年, 期间球队战绩斐然, 共计夺下29座奖杯。 但在去年4月13日, 由李永宏领军的一群中国投资人出资入主AC米兰。 这一中资财团买下AC米兰99.93%的股份, 并接手球队共计2.2亿欧元的债务。 2017年11月, 纽约时报刊发神秘的中国老板能化解AC米兰的财务危机妈的文章, 称李永宏对AC米兰的收购似乎已成为一系列存在众多问题的中国交易的象征。 文章说, 李永宏向意大利足球官员描述自己拥有一个矿业帝国, 然而他在矿业界喊为人知。 中国的企业记录显示, 至少在官方文件中, 李永宏的矿业帝国是由他人所拥有的。 但AC米兰的发言人表示, 李永宏对其矿业业务的控制权已由参与交易的律师和银行核实。 文章称, 中国的记录还显示, 李永宏和中国监管机构之间存在一系列商业纠纷和争议。 目前对李永宏极其背景的发掘, 以陆媒上海证券报2016年11月的报道最为相近。 报道称, 20年前, 李永宏参与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千万元的庄园案。 在销声匿迹十多年后, 他开始出没于国内资本市场并违规造罚。 2016年, 他牵头成立审秘财团, 要将AC米兰俱乐部收入囊中。 报道还说, 如果不是一张与AC米兰前任东甲, 意大利前总理对卢斯科尼的合影被公开, 全球互联网上你都很难一睹他的身容。 而其神秘低调的背后, 实则隐藏着一庄家案, 震惊国内的华州三大庄园案。 华州三大庄园之一的广东绿色山河庄园, 其主要操盘手正是李永宏和他的父亲李乃志, 大哥李洪强, 弟弟李永飞。 2004年9月, 华州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李乃志、李永飞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另有相关法律文书显示, 李洪强在逃, 李永宏也被立案处理。 刑事判决书显示, 绿色山河庄园与投资者签订了合同书556份, 合同金额4302万元人民币。 报道说, 这应是李永宏的财富积累起点。 李永宏自此销声匿迹, 一度被公安机关列入追逃人员名单。 现在, 李永宏这个资本玩家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 终于入属AC米兰。 纽约时报称, 目前尚不清楚李永宏的财富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该俱乐部解决困境。 路透社则称AC米兰老板李永宏寻求引入新投资者分担财务成本。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一层几次挪用军费, 赞助宋祖英在悉尼、 维也纳和美国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军事秘密。 郭伯雄和徐才厚二人军事江泽民一手提拔的军中代理人, 大肆卖官, 倒卖军火敛财, 在中共十六大协助江泽民发动军事政变, 只将留任军委主席。 2004年, 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后, 通过郭伯雄和徐才厚架空湖锦涛军权。 2015年9月1日, 有中共军方背景的《环球新闻》时续杂志称, 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 薄熙来、郭伯雄、苏荣等大老虎, 除了要夺权外, 还疯狂敛财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而他们都受曾庆红、 江泽民大力提拔。 中共十九大之后, 官方多次点名批评徐才厚、 郭伯雄、周永康等人因谋篡党夺权。 时政评论家李天笑分析说, 江泽民集团的罪行主要体现在, 政变、巨额贪腐、 大规模杀害民众, 包括火摘器官、 出卖国土等等。 对江进行抓捕和判罪是理所应当的, 是民意和依法治国所要求的, 而且目前证据的采集和法律诉讼程序都基本完成。 不过, 在抓捕首犯江泽民、曾庆红上, 习近平被认为犹豫不决。 李天笑说, 习对江和中共网开一面是非党媒 传出中共国家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被查, 据称范是由中共上将方峰辉咬出。 有港美曾披露, 中共前军方总后副部长古俊山 和前军委主席郭伯雄落马后, 为立功减罪咬出了许多人, 甚至包括江泽民与其情妇宋祖英。 南华早报16日报道称, 北京有关人士指, 关于范长龙被调查的报道, 在中国互联网上仍可正常打开, 显示官方没有屏蔽有关消息, 从侧面正是范长龙出事的概率较大。 香港《苹果日报》、 《星岛日报》等多家媒体14日报道称, 刚卸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范长龙上将, 传已被军纪委立案调查。 消息人士称, 前军委委员房峰辉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后, 牵出范长龙不少事, 中央决定把范长龙拿下。 1月9日傍晚, 中共官媒称, 房峰辉因涉嫌行贿, 受贿犯罪, 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处理。 房被指示郭伯雄的头码, 在郭伯雄的提拔下一路高升。 范长龙则是徐才厚的嫡系, 两人既是辽宁同乡也是上下级。 此前, 郭伯雄、徐才厚、 范长龙、 房峰辉等人, 都曾卷入政变传闻。 他们之间均在互咬中落马。 中共内部有举报揭发他人及所谓坦白从宽的制度。 贪官咬出同党可以立功以减刑。 2014年徐才厚落马后, 港媒动向披露, 徐才厚交代了许多涉及郭伯雄的问题, 包括涉及买官, 卖官, 因中共军队实行双手掌制度, 晋升将军阶, 一定要两人共同签字同意, 方能过关, 所以郭伯雄也沾了大量钱财的光。 报道说, 郭伯雄于2015年落马后, 在监狱服刑期间, 每周上交的学习心得中, 不但自曝接受徐才厚转交汇款的详情, 而且还咬出江泽民, 对于江泽民队军队的领导。 据披露, 郭伯雄, 徐才厚之所以被扳倒, 是因原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 及两位少将招供, 只称徐, 郭收惠卖管。 古俊山是徐才厚的心腹, 曾八年连升五级, 以匪夷所思的速度从校官升为中将。 古俊山落马后, 向调查人员提供了足以指控他背后那些强大靠山的信息。 据美美披露, 古俊山攻出了几乎所有人, 被古俊山咬出的除了徐才厚, 郭伯雄外, 甚至还有江泽民与其情妇宋祖英。 香港出版的《母老虎宋祖英》一书曾披露, 2014年5月9日, 王岐山到301医院聆训徐才厚。 徐交代了其行危险的, 一旦中共垮台, 即将承担中共和江氏集团罪责, 而习反复打江一路有惊无险是因顺令天意民意, 一旦保江宝共将逆天意民意, 凶险接踵而来,此外, 江派也绝不会就此放过习。 因此, 除恶务尽继续反腐, 抓捕江曾, 进而抛弃中共, 是习近平能化险为夷, 重建中华民族大业的唯一出路。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美国主导的有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多国外长会议 周二在温哥华举行, 会议讨论了如何通过更有效的实施 对朝鲜制裁来加大对平壤的压力, 促使他进行有关无核化的谈判。 对此, 港媒发表评论文章称, 这是美国带头正对朝鲜酝酿下一盘大棋局。 美国、 加拿大共同召开的朝鲜半岛安全稳定外长会议 1月16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 包括每日韩国在内的20个与会国, 一致同意要对朝鲜施加海洋封锁在内的更多制裁, 破朝鲜藏气核武。 参加此次会议的国家被称作温哥华集团, 包括澳洲、英国、法国、韩国、土耳其、日本等国, 他们大部分属于联合国军, 参加过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 以为防扩散安全倡议参与方。 蒂勒森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讨论了共同努力来对抗躲避制裁 以及走私的重要性。 我们也呼吁采取行动, 加强国际性的海上拦截行动, 来挫败非法的船只之间的货物转移。 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 与会国同意考虑并采取措施, 对朝鲜施加单方面的制裁 以及联合国安理会设朝决议要求以外的进一步外交行动。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重申域以外交途径解决危机, 但拒绝双暂停的提议, 同时警告全球要严肃看待与朝鲜开战的可能性。 对此,香港东网1月18日发表评论文章称, 虽然每家两国对会议的情况轻描淡写, 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美国带头对朝鲜酝酿一个更大的棋局。 文章分析指出, 今次多国外长会议极有可能是落实川普的三大方案, 其一,推动在联合国安理会之外建立机制, 对违反对朝鲜制裁决议的船舶进行海上拦截, 其二,未可能的对朝军事行动进行动员, 一旦朝鲜停战协定被打破, 美国可能要求昔日的联合国军在联合国名义下进行协调, 增加军事行动的合法性, 其三,在外交上进一步孤立朝鲜, 建立情报交换和相互协调机制。